嗨,你好 这边呢是有一个英语的发音的基础知识 我们就是作为首次的课程需要讲一下的 那么标题就是English Pronunciation 为什么?首先我们要讲一讲 学习英语发音原理或者规则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因为首先我们会看到 你发音准确的话呢就敢开口说 也比较地道纯正 那么也就是能够爱说敢说 听呢也会听得清楚一点 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发音发的不太正确的话 那么听到别人正确的发音也会觉得很奇怪 其下呢就是input和output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那也就是说the more input the easier,the output 输入越多,输出就越容易 然后呢我们学会了音标之后 或者说我们学会了这种拼读法 记单词之后 我们可以 能够按照 把单词分成几个部分的这种方式来记单词 而不会去使机应备单词 比如说我们举过例子 我们知道ture读的是chr 那么picture p-i-c-picture t-u-r-e picture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写出来一个单词的时候 你不确定是否正确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发音的规则来看一看单词拼写是否有错误 第三点呢还可以提高学习的自主性 并且能够增加词汇量 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看到一个单词不会 这个时候呢第一反应就是我去查字典 或者说我拿手机赶快查一查 但这个时候你获得这个信息越容易 可能就是记忆的时间就越短 那还不如我们知道了拼写规则之后 知道了发音的规则之后 我们来试着把这个读音拼出来 接着再去查字典来 叫对一下来对照一下是不是正确 这样的话我想应该 学习的效果会好一些 另外就是你听到有一些 有人在聊天在说话的过程中 根据发音规则 我们可以辨别出来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单词 因为汉语中我们会有一些同音词 那么英语中同样也有 有时候会可能会出现一些 就是误解的状况 另外呢还有就是整体语感提高 掌握音标之后呢 课文可以很流畅的朗读 并且呢也可以应对一些练习性的题目 就是我读起来很顺 因为我曾经听过 或者我读起来就是所谓的传说中的那种语感 应对什么语法选择 完整天空和阅读理解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这个呢就是学习音标以及发音规则的原因 总结了大概有四点 另外呢我们下一边就看一下音速和国际音标 总共有48个音速 其中原音音速有20个 辅音音速有28个 记录音速的符号就叫做是音标 那么什么是国际音标 就是所谓的IPA 是由国际语音协会所规定的一套音标 用来记录世界各主要语言的语音 那么说到音标呢 我们要了解另外一个就是 开音节和闭音节这两个概念 开音节就是我们所谓的辅原辅 尤其要强调的是最后这个辅是字母E 一般叫做silent A 不发音的E结尾 这种情况下 原音在单词中是独特的字母音 比如说 另外一种开音节就是 辅音直接加原音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比较短的一些单词 比如说 原音加辅音结尾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两个辅音很厉害 把这个中间的原音困在那里了 就是一个封闭的状况 就是所谓的闭音节 那么闭音节同样的字母 在开音节和闭音节中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看到字母E在开音节中是读字母音 就是 而在并音节中呢 一般情况下字母E是读一个嘴巴张到最大的那个音 就是有点像花蝴蝶的那个音 所以说我们来看 A bad B 原音加辅音 那这样的话呢 又是闭音节 那么闭音节中的字母I 如果是在开音节中 当然是读字母音I 但是在闭音节中呢 一般情况下 它会读一个短音的原音 就是A 比较靠后 要纠正的就是字母 这个发音的音标长音 I 和短音的A 两个音 发音的部位是有区别的 前面那个长音是比较平缓 而后面的短音是比较发音部位靠后的 那所以说这个 It is of in on up out act 还有一个概念呢 是中读音节 就是单词中发音特别响亮的音节 叫做中读音节 中读并不是说你读得很重 而是说呢 发音比较响亮有力 举例来说 我们来看 一般双音节的话呢 如果中音落在第一个音节上 还有中音落在第二个音节上 这些都比较的明显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中音落到第二个音节上 一般大家会容易出错的 比如说 today today 那么这个day 就是中读音节所在的位置了 中音符号所在的位置 那另外再举一个例子 是最常见的 电视机这个单词 是中音在第一个音节上的 但是很多人都读错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单词怎么读 t-e-l-e-v-i-s-i-o-n 很多人读成了taleviren 其实上应该正确的读法是taleviren taleviren 可以想象一下 有点像坐滑梯的感觉 taleviren 那么圆音和辅音呢 这两个概念也要弄清楚 圆音呢 你就在想 圆就是 圆首 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那么他在发音的时候呢 呼出的气流 不受到口腔的任何阻碍 这样呢 就形成为 就叫做圆音 而辅音呢 就是 他在发音的过程中 呼出的气流 会受到要么是口腔 鼻腔 嘴唇 等等 一定的限制 或者阻碍 经过摩擦 冲破某一些屏障 而发的这个音 叫做辅音 那么辅音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声带震动的 着辅音 和声带不震动的 轻辅音 那么这张表呢 就是 总的 音节的 这个音标的表格 我们会看到 上一半呢 就是圆音 下边是辅音 那么 还会发现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这个是单元音 和双元音 有深浅的灰色来解开 而这边的辅音呢 你会看到有一些 辅音呢 有点颜色比较淡 有一些是黑色的 那有没有发现 有什么规律呢 我来读两个 读两对 你可以发现 应该能够发现 其中的规律 对 就是如果比较淡一点的颜色 就是轻辅音 而深一点的颜色 就是着辅音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tri-p-p-p b-boat b-boat Fth think Th this S see Z zoo Shell Taliviren Man N now N thing 那么这里面需要指出的呢 就是有三对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就是在日常的发音过程中会容易出现错误的 那就是这个 这个读这个音的时候 你的上牙是覆盖在下唇上 它的着腹音箱对应的就是声带阵度 那么常见的有人会把 比如说举例子 有人会读成 因为最后这个音他没有把上牙覆盖在下唇上 就有点奇怪了 另外后面这一对音呢 圆圆的这个有一个横线就像是你的嘴巴 中间是牙齿咬着舌尖 发音发的这个音 有点累 而相对应的着音的形式呢 后面的这两个就没有那么大的阻碍 就相对来说是你的舌头放在下牙齿的背后 然后气球从缝隙中出来 另外呢 有最后一行前三个 那么这三个音在读的时候呢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就是你的舌头是从平放放松到中间拱起 再到舌根拱起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平放很自然的轻松的发出来这个音 就是双唇闭上 气流从鼻孔中出来 第二个音呢就是你的舌中部抬起来 最后一个音呢是舌根抬起来 那么这三个音连在一起呢就是 所以说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呢这下面这个图呢就是A E I O U 这五个字母在单词中怎么发音 以及有哪些字母组合是发这个音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画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围裙对不对 A E I A E Y A E A E A A A E A Y A E I A E E Y B A E I U Nき A E I A E I E A E I I A E C E I G H E I G H A J A E I U N Next one Next one 字母爱 发音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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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four 偶 自آ 泡 Last one The letter U and the letter cluster OO U Unicorn U Tube EW U New OO Food UI OO Fruit 下面这一章呢 就是单原因和双原因 单原因我们都之前学过的 就是单原因呢 在读的时候 不管是单还是双 就是要发音到位就好了 那比如说这个 Number One E Ship E Ship U Good U Shoot E Bed U Teacher U Bird O Do A Cat U Up R Far O On 双原因对于中国人 中国的学习者来说呢 是有点麻烦的 因为会容易受到汉语的影响 就想 总是想一下子把它读出来 那其实上呢 双原音讲究的是一个滑动 就是从第一个音向第二个音滑动 比如说第一个双原音 E I I I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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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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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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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I Oi Oi Boy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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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E U E E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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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 AI AI My A U O U 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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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Next one 是关于字母的辅音的一个后缀就是动词过去事和过去分词里面的一个后缀一个辅音的脸就叫做ED 他们怎么读 那么这个ed根据不同的位置 和它前面所处的那个字母 有不同的发音 那么总结一下总共有三种 一种是读ed 一种是读t 另外一种是读d 最简单 你就记得td的话就是ed 比如说wanted needed so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手放在喉结上 这里不振动是轻辅音 那么轻辅音的时候 跟在轻辅音的后面 我们说进朱者赤进末者黑 就是这个道理 他就直接读轻音 比如说跟在p后面就是 helped looked watched watched laught ok braised kissed danced fixed 跟在主文音后面的话就是读d called cleaned offered damaged loved used followed enjoyed amazed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教课书上曾经看到过的 把原音的一个划分类别 这个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呢关于这个辅音的音标 关于这个国际音标总共48个 你看双原音共12个 426前中后 426前中就是4个前 2个中6个后 双原音也好 为何口集中8个 辅音共28个 6对 一轻又七 8对 一轻又七拙 4个连对也包括 那就是 啊 一对 一对一的那种 比如说 p t k t 这一类的 那么4个连对也包括 还有呢什么 下面这个我觉得比较的好啊 有气 无声 轻辅音 有声 无气 轻辅音 知道这两句话 那么我们的轻辅音和 左辅音应该能够发清楚了 其实上就是你把手放在 喉结这里看一看 有没有震动 没有震动的就是轻辅音 震动的就是左辅音 那么下面这张呢就是 音标的写法 音标的写法 没有倾斜度 还要注意写在括号里面 或者说斜杠里面 下面这张呢我们要看一下呢是 总共有四幅 这个就是小朋友在学习发音的时候的 跟自然拼读相关的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借鉴到自己的学习中来 成人其实上学也可以 也就是你看这些字母组合 它其实上就是这个告诉你这个字母组合 在图片所示的这个单词中读什么音 比如说字母 字母组合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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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bit sh shell ch ch chocolate child 你可以看到 a child is eating chocolate e r i r and u r 那么这三个呢就是读 or 为什么根换一个公鸡呢 看是不是从公鸡嘴里发出来的声音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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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公鸡打鸣的声音 再接下来呢是有几个学生 有几个人站在那 那么th 这么组合th 两种读音 要不然就是读它的拙音 v 记住咬舌尖 them them 或者说呢就是投掷讲这个词的时候 看有人在扔球 th 咬舌尖 轻音 thru 猫头鹰这个呢ow读的是o o 你看读到快的话就o 慢一点的话是由呃向乌滑度 o o 而不是直接读一个o 不是o 而是o 接下来呢是往向外 ou 这么组合ou一般是读ow ow 比如说out 请我个人要出去吧 不要在这里看到 让我看到 快走开 go out get out 那么这个out 在单词里面呢也是读out 举个例子 about e-w e-w-u new new a-r car car a-w a-u 可以读 o o 然后再往下来呢就有ing an an on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那接下来呢是verse 2 我们会看到有oy oy oy 会读oy toy boy roy oy o-i 是读oy o-i o-i foil boil o-o o-o 是读 o-o cook look hook 短音的u 后面呢是读长音的u spoon moon noon noon 再接下来的气球呢就是balloon tion tion 是读神 比如说 invention nation vacation 第三幅图呢是字母g的读音字母g的读音是一样就是读g g jam 就有点像半原音那个g draft 但是这个时候又是读的是g 那个卓服音g g gym 那么字母c读什么音呢c 有时候是等于s就是发s s circus circus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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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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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 因为读的是 其实这个h是不用发音有时候可以省略的 比如说 whipped cream white ch 有时候可以等于是sh 我刚刚纠正一个就是关于这个g g g 就等于字母g 他们就发同样的音 好 ch等于s他就读的是ch sch sharlots chandler 字母A 会发长音的 father o snow 第四个呢是 ch等于字母k的发音 就是k chorus ph 会相当于字母f phone u 字母U 有时候会读成 u 长音的u 比如说来看这么多 pull push put bull full Ui 有时候会发 u suit uE 也是发 u glue 那这四个图呢 我希望就是呢 大家能够自己好好的看一下 按照这个发音规则总结出来一些规律 下次再碰到相红的单词 有 就是单词中有相红的字母组合 那可以尝试一下 看会不会发这个音 最后一部分呢 最后一部分呢是联读的技巧 联读呢 这是我们是说话的时候在清楚的基础上含糊 就是能够加上一些联读的技巧 以及句子的一群的中毒现象 这样的话让别人听到你的话之后 能够一耳朵就马上分辨出来 你要讲到主要内容是什么 因为我们平常说汉语的时候也是 有一羊顿挫的现象 而不是全都在一个水平线 如果那样的话就成了一个机器人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联读机器 第一大技巧 三大规律 首先呢是词为辅音 词首原因 也就是说前一个单词是以辅音结尾 紧跟着的单词是以原因开始 这个时候就需要联读 比如第一个 time is up 如果正常的不联读的话 time is up 那如果联读的话 我们会发现 is 那个z 和upped 它们两个是相邻 这个时候就要联读 time is up time is up 词为原因 词首原因的时候 也可以联读 并且这个时候呢 联读的时候 它会生成一种新的 一个新的发音 那比如说 如果前面一个单词是以 l o e 这几个词结尾 这几个原因结尾 就需要在后面加上这一个 半原因 来过渡一下 比如举个例子 hurry up 你看 hurry hurry up hurry up 那么这样读的话 有点生硬 那为了连贯一点 就是在中间给它加第三个音 hurry up hurry up 那还有呢 第二个是加 我 我 再遇到前一个单词 这几个原因结尾 这几个原因结尾的话 要在前面加上 我 比如说 how often 不是how often 而是how often how often 你好 how are you 你看听一下 how are you 和how are you 是不是 how are you 比较顺一点 这就是他们发音的过程中 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我们但是却当成是一个规则来学习 另外第三点呢 就是二音的连读 也就是说呢 前一个词是以二结尾的话呢 那就需要连读 for example 我们就连读成 for example for example 第二大技巧 浊化的规律 也就是说 跟在轻音后面的 就是把轻辅音 读成浊辅音 那就是 有几个 有六对是一对应的 单词中 句子中都会发现 那比如说 L E T T E R E T T E R letter letter 你看我们没有读 Letter 而是有点稍微的灼音 letter letter water 我没有读water 而是water water 还有一个例子 我们再考虑一下 开会 meeting 很少人说meeting 而是读meeting 稍微灼化一点 另外呢 原因 加T 加L 这也是一个组合 就是这个时候呢 你的舌头要 顶在你的 硬额上面 不抬下来 这样的话 不说话 就 不 就是你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你的舌头不下来 就不会发别的音 就不会有干扰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来说 Battle Battle Cattle Cattle 不是Cattle 不是Battle 而是稍微的浊化一点 Battle andCattle 第三大技巧呢 是爆破的 是失去爆破 不完全爆破 失去爆破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看 两个 比如说举个例子 当遇到此手爆破音的时候 前一个爆破音 完全就不读了 照顾好 照顾的 take care take 和care 两个都是 你看 take care take care 乖乖的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take care take care to care of yourself take care of yourself 不完全爆破呢 就是说 做发音的动作 却不发音 比如说 磁尾 爆破音 加破擦音 那举个例子 有 这几个 最爆破音 在家 后面这几个音的话呢 这个时候就 不完全爆破 举个例子 I'm almost there 如果这个是个t almost 那个t 和后面的这个th 相遇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t 就完全不发出来 但是我发出了 做了 做出来的动作 I'm almost there I'm almost 如果是视频的话 可以看到我的嘴巴 就是闭着气 almost 没有这个t出来 I'm almost there 还有what would you must do what what would you what 那个t 没有出来 另外还有词味 爆破音 加那些破擦音 破擦音就是这些 that joke that joke 那个t 我都已经做了发音准备 但是我却没有发声 我做了这个动作 that 这个t 没有出来 that joke 鼻腔爆破的话呢 就是 比如那个 good night 那个d 则爆破音 省略 以停顿 代替 就是这个 这个good 这个d 这个时候呢 就省略了 但是呢 你的时间要留 就是good good night good night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时间给吃掉 你不能读good night 这样就不对 就是你少了一个音 good good night good morning 没有说是good morning 而是good good morning 舌边破爆破 其实这个很容易 就是这个字母 字母L 在音频道上是读 舌边音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舌头放在口腔里面 然后气球从你的舌头两侧出来 like low 马上跟后面的原因拼在一起就可以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 It's deadly It's deadly Old lady Old lady 相互同化 那比如说是这个t和ye 放在一起就成了ch I got you d d ye 放在一起就是d 比如说 did you would you could you s j sh 最后发 sh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本来是bless 和you 现在连在一起 God bless you z j 放在一起 那可能会读成什么呀 读成就是 j how how's your boyfriend how is your how is your how is your boyfriend how is your 读成了 how is your j j j 顺向同化 就是加了 词为加 s ed的情况 这种呢 就等于刚刚我们说过的 取决于它前面那个音是什么音 我们再决定到底该发什么音 比如说 friends books 要紧跟原来的词 那么第三证单数的work works looked looked 五大技巧的第五个呢 就是 异化 就是当轻辅音夹在死 和原因之间的时候发生灼化 那比如说就是 sp sk st 我们这个是不是有学过呀 就是 比如说speak 我没有说speak 也没有说spend 其实上很简单 你的一口气就那么长 如果你speak school 这样读得很累 别人也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如果是跟在s这个音后面的话 就稍微的浊化一些 还有呢就是略读 但是这个略读呢 仅仅是因为它太灵活了 参考性不强 那么但是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这个是用于口语中的 尽量不要用于那种正式的场合 那比如说这个 want to wanna be going to be gonna have got to gotta because 就读成了cause out of 读成了out you 读成了yeah what's the what's the 读成what's a sure 有时候会读成sure what are you 读成了什么呀 读成这个 watcher in 读成了in could have 等于could的 must have 等于must should have 等于should的 would have 等于would的 of的不规则的连读 也有算是一个原因吧 我们列出来 kind of 对成kind alot of 等于a lot lots of 就是luster sure of 就是sure of adventure of 就是benture because of 有时候读的是cause 年轻人可能会说cause 多一些 最后一个呢 就是略读 略读的话呢 就是你看这个 very good never give up very good never give up 一群结尾的爆破音 比如说 i could because i live like it i could because i believe i could i think you shouldn't punish him too hard 同类音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谁在前面 谁死先死 什么意思呢 s和f s和ch z和v 你看 this shop is so romantic this shop 那个 this的s 已经没有了 this shop is so is so is和so 他们两个 一起adding 那么前面的 is的s就弱掉了 最后一个呢 是t 这个in的消失 也就是说 那个t 位于 in 或原因之间的时候 比如说 internet internet 不是internet 而是internet internet 就是消失了 好 我们的任务呢 作业就是 要练习一下 今天学过的 这些pronunciation skills 还有呢 就是 有一个video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好 拜拜